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这么大还怕通风管道杀人续命 甚至这指纹看起来手指得有十寸长 他要是下海 加藤老师都得提前几十年退休好吗 那你怎么解释指纹一样的事儿 丁丁不说话 我分析今年还会有两个被害者 不管凶手是否真是百岁长者 这案子明显属于X档案嘛 我们单独调查呗 不要去管那什么科基了嘛 但嘴硬又倔强的丁丁 还是站队科基跟他一起调查 很认真的跟科基分析凶手的心理 他觉得凶手是个年轻人 杀人手法略有变态 凶手很可能会重返现场享受快感 于是大家就守通风管带兔 我本来还嘲笑他们杀X 没想到分分钟被打脸 通风管道里果然抓到一个年轻人 被抓的年轻人叫小燕子 是个动物饲养员 就是那个跟把大象都喂瘦了 自己却胖了的孙月是同事吧 虽然小燕子在专业测谎中高分通过 但是对于我问他有没有一百岁的问题 他显然撒谎了 然而科基他们始终觉得我可笑决定放人 万万没想到丁丁这次坚持占我的队 觉得小燕子有问题 至少得调查一段时间再放人 我把把都拿预言家 丁丁这次终于占我队了 可惜现在是狼警 我没得发言权 小燕子最终还是被科基无罪释放 我问丁丁站队的理由 他觉得我应该有更重磅的证据 没错 虽然小燕子录的指纹是正常的 但是我把它放大拉长 就跟凶手的指纹一毛一样 嘴硬的丁丁这次也只能惊呼 当晚小燕子就发起第四次续命谋杀 正要爬进烟囱的他 竟然能把手指拉长 莫非小伙子来过中国 偷学了九阳真经里的缩骨功 第二天来到凶案现场 我又发现了小燕子的指纹 还发现他有顺走死者的东西 于是我调查历史案件 发现小燕子的真正住址 一向嘴硬的丁丁 还抱有他最后的倔强 说小燕子跟1903年的凶手指纹一样 说不定是基因遗传问题 完全继承祖父的指纹嘛 我只想说 You happy就OK 我拉着他一起翻查近一百年的人口资料 得出小燕子从未出生过 从未结婚过 从未死过 而丁丁找出1933年的办案人 老警长 老警长告诉我们 这些案件应该都是小燕子做的 他不但喜欢吃手抓干燥 还喜欢收集被害人的物品当战利品 尤其是当年的照片 跟现在的小燕子长得一毛一样 可是当年上头并不认可老警长说的 案件也就成了悬案 这下终于可以让丁丁无法可说了 我跟丁丁到小燕子家 在墙后发现了他的老巢 里面还有他收集的战利品 摸了摸老巢洞口的粘液 我发现这是胆汁 你妈真恶心啊 我也是傻X 不晓得戴手套 我猜他应该是基因变种人 集齐五个肝脏 就能冬眠三十年 无限循环续命 难得的是 这一次丁丁 没有嘴硬反驳 提出轮流监视 万万没想到 走失丁丁的吊坠 被小燕子偷走了 这动于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果然回家时 丁丁就被小燕子暗中观察了 而我到小燕子老巢 替换丁丁时 发现丁丁的吊坠被偷走 他就是小燕子 选定的下个受害者 我赶紧飞奔去丁丁家 丁丁正想洗澡时 天花板就掉下胆汁 混蛋 丁丁洗澡脱衣 只有我能看 等我感到 非得挖了你的眼睛 丁丁赶紧拿起手墙 到处查看 突然小燕子从墙角 通风口杀出 就那么小的口子 普通人头都过不了 小燕子嗖的一声 飞出来扑到丁丁身上 正要使用九鹰白骨爪抓杆时 我及时赶到 联合丁丁一起把小燕子抓住 万万没想到 被捕的小燕子 又开始在监狱里 用口水筑巢 丁丁通过精英检测 发现小燕子的肌肉 和骨骼不同于人类 甚至新陈代谢 比人类都缓慢许多 最终结论 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当监护人 给小燕子送餐时 他盯着送餐口 一阵迷之微笑 城市里的铜墙铁壁 到底能不能锁住他呢 本案结荡 老规矩 刷完节目 记得关注Peter 加群3157-64678 换个姿势 我们一起刷电影